星星 星星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 介绍对象的时候 都有一种说法 就是配数像和八字 到底什么数像在一块是不好的呢 我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奶奶 下午饭吃了吗 下午饭吃了吗 吃了 吃完了 嗯 在这事儿暖 你老的年有多大年龄了 九十了到年 到年九十了 生日还问好这年龄 四个二 没过年了 四个二 咱这个年 咱这个弄成的 总是有年跟说对象的时候 你都有看书相之类的 这个年都了解了更多吧 是 是 你想要先在家 原来才想你这个年龄的 就是说是栽芝麻一点的 找对象的时候 都先看看书相喝不喝 拔子喝不喝 是吧 嗯 有那样的 有那样的 是吧 嗯 反正就是说 有什么可以送个书相 在一块儿好或者不好的吧 也了解 最后来交流 羊妈拍棍也不好是吧 嗯 羊妈拍棍也不好是吧 人家是这么个顺床 谁知道嘛 人家吃不到 就是这样 现在也不知道了 也不能外人家来说了 人家不外人家 是这么的 你看 这也是这个说法不 也有怎样说的 也有哪样说的 是吧 是 是 你现在的小孩们 咱们找对象 还要聊了这些呢 不是 聊了那个事 也不聊了这个 他自己咱们找对象 哪个还问这些事 现在人家也不能在乎那些 也不能在乎那些 孩子得看 个人的脾气性点 是吧 有的书相不喝的 可能看着 小的任品往后也喝 也是 是吧 也不能看着有什么 现在 通过刚才和奶奶的交谈 我知道了一句古语 就是 机遇和内交流 其实现在是新的社会 新的时代 也都不注重这些了 只要两个人 原本到了就在一起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